YO 歡迎回到DBS 今天我們來講BR最低的德國軍馬 四號戰車 C型 剛入坑的許多二戰軍迷都知道德國有知名的虎豹戰車 但卻不知道德國裝甲部隊的中間力量並不是這些較為知名的重型戰車 而是在後面默默耕耘的四號戰車 那既然都叫四號戰車 那肯定是三號戰車的後機車 你沒有猜錯 當時的德國一級上將古德林希望能設計一輛可以提供反戰車火力支援 以及部隊後盾的支援戰車 早期的目標為讓一輛四號戰車隨同三輛三號戰車作戰 設計要求為24噸以下 並裝備當時口徑算大的短期數毫米火炮 最後由克魯伯的設計勝出並成為二戰中德國裝甲部隊的最重要的戰馬 在最終的設計中 車身的懸吊使用現在還大量使用的板片彈簧 車主人為五名 分別為指揮官、駕駛、炮手、裝填手以及無線電手 在這邊分享一個冷知識 四號戰車在設計的時候讓砲塔往左側偏移 因此四號戰車的砲塔並不是位於中軸線上的 為了要平衡車重 彈要放置在車身右側 而這個設計也讓它之後的火力提升計畫受到阻礙 而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分完為BR1.3的第一台四號戰車 裝備短期無火炮的四號戰車可以說是火力強大 分別裝備高爆彈、穿甲彈和高爆穿甲彈三種 雖然高爆穿甲彈的穿甲力高過穿甲彈的52mm 來到80mm 但是鑑於炮彈出速以及下墜等多種原因 還是推薦大家用一般的穿甲彈就可以了 如果你很熟悉高爆穿甲彈的運用機制 高爆穿甲彈很適合再進去一發帶走 再加上其裝填時間只需要3秒鐘 所以也不是用不得 只是使用難度上高許多 相較於蘇聯車較好的裝甲 你需要運用你優秀的穿甲力和還可以的炮塔轉速 在對方還沒辦法開火之前就摧毀敵人 車身裝甲只有十幾毫米 比裝甲卡車好一些 又因為騎巨大的車身體積 讓你感覺比二號戰車還不耐打 千萬不要以身釋法 而對機動性來說 它的推重比為14左右 以中型戰車來說算不錯的 但是就中規中矩沒有什麼亮點 整體來說因為你本身有裝甲上的弱勢 加上短炮的低出速 所以你在中距離作戰是最適合的 強大的火炮配合不錯的機動性 在這個等級真的是一台習慣4號戰車特性的好車 相較於同階級的其他車輛來說 這輛車裝備大口徑流炮 配上4秒的裝填時間 在支援戰線上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 就算作戰距離拉遠 你有高爆穿甲彈可以使用 畢竟這種彈藥在遠距離也不掉穿甲力 就是瞄準上比較花時間 但至少比打不穿來的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歡迎在下方留言 並給我們一個讚 我們是DBS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